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 破析一家龙虾店的开业活动方案 那通过这个活动方案呢 我们七天成功索客500多位 会员充值5万多元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活动里边的重点 那方便大家日后自己来设定理定活动方案 那第一叫引流产品设置 利用朋友圈或者是宣传单引流 凡是活动时间内 上门消费的客户并关注公众号 或者是加微信好友 我们现场可以免单半斤龙虾 消费一斤以上就可以使用 第二特惠索客 活动时间内推出主打菜系特惠 比如抹到菜原价58元 特惠价28元 那我们增加客户对店内菜系消费的多样化 第三提升消费单价 全场消费满98元 我们送半斤龙虾券 满158元 我们送一斤龙虾券 满228元 我们送两斤龙虾券 那么其中为一斤龙虾券两张 龙虾券下次使用 且每次使用 我们只限使用一张 那半斤龙虾券 单次消费一斤以上可以使用 一斤龙虾券是消费三斤龙虾以上可以使用 第四会员索克利店会员当天充值金额大于消费金额 那最低100元起整数充值 即充100元赠送5瓶啤酒 充200元赠送10瓶啤酒 充300元我们赠送20瓶啤酒 那上风顶20瓶 酒水只限堂食不能外带 且每次我们最多只能免费这个饮用5瓶分4次领完 那会员可以再享受特价菜系的88者优惠 好重点 重点一引流产品我们设的越低门槛越有效 最好不要加其他附加条件 等于给新客打了个折 那重点二呢 客单价消费满额送龙虾券呢 既提升了消费单价 也锁住了客户再回头 重点三 关注微信号是方便开完夜后正常的活动通知 以及会员营销 那重点四 客户消费到一定金额后啊 我们就主动的推荐起办卡 因为办卡可以锁定客户多次回头 只要你的菜品没有问题呢 一般锁住客户四次就习惯 来你这里消费了 那办卡充值率一般为30%到50%不等 看活动的力度和推荐的力度 只有会员技术大了 往后的正常经营才会更轻松 那营销活动的四要素是引流 索客客单价和会员裂变 任何的活动方案都可以套用 那把握好这个活动节点 那其他的活动啊辅助都可以自行添加 那活动方案呢 我们也并不是越复杂越好 好的活动方案 我们既能做到环环相扣 也能够精确的核算其利润率 那当然以上的活动只是开业活动 那很多店只是开业很火爆 开业后很冷气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下期和大家来分享 开业后如何让新老客户再裂变消费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